可以说刚刚开的时候到云端上 记得你要把Member直接先点两下打开 你千万不要直接按右键直接就下载 因为直接下载它会是一个wall檔 它开起来的话 如果你直接按右键直接下载 它用wall 如果用wall开就不OK 就不对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wall檔 你要直接开它会有问题 python它没有办法 没有资源直接开启wall 除非你要去找一个外挂 才可以把wall打开 所以你开wall就不对了 OK 如果说你不对记得一定要开启它 然后在这边左上角的地方有个档案 它有个下载格式 请你找到这个叫做纯文字 OK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其他格式 不过也许你们有时间的话 假设不同的格式 像RTF-8其实也可以试 RTF-8也比较单准 它里面可能有些格式而已 PTF可能问题就比较大了 其他的话 就是HTML也可以 里面会有一些标签 未来你们会遇到就是说 Python如何去开启不同的档案格式 你有不同的做法 那些都是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你每一个看到什么都可以很容易开启 我想应该你以后也不会什么问题了 再来就想说我开启之后要做什么 我处理完之后我把我要的东西留下来 因为其实会开启一般都是说我后续 主要目前工作上会遇到就是 我把外部的资料汇进来之后 我要做后续最后的报表 可能这个data可能是从外部 也许最多是database 从database过来的东西 我要把我要的资料留下来 可能会做一些筛选 比如说我要留下是留下男生 或留下女生 或者留下什么 可能血情是哪一种血情的 也许可能我是医院 然后我缺血 最近要找那些人来捐血的话 我要筛选出来 对不对 然后也许输出的话 可能就输出成一个视觉化的报表 或者是输出一个data 让后面的人可以马上去做后续的事情 OK 诸如此类的就是很快的 可以把一件事情完成 那当然就是我们用python的主要目的 不然你学的程度要干嘛 OK 你要知道说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有效率 可以处理这些很多的事情 尤其你data越大的话 越受用 两下就可以把事情 尤其像像现在电商 电商data这么多 你要怎么马上可以知道哪个东西最卖 或者是哪一个 那个最卖的是哪个时间点最卖 他卖给谁最多 谁有可能看到这个一定会买 如果你这些讯息都知道的话 那以后你要跟谁行销都非常方便 对不对 那你还有会员资料 你还可以 这个叫什么 投其所好 你东西要卖得好 一定要投其所好 对不对 比如说六福村 你说对你们一定是非常 哇 每个应该都很想去 对不对 但对年纪很大 不可能好像 男生好像比较没兴趣 对不对 女生好像比较 那所以就是你要调查到底谁喜欢 对不对 投其所好的话 自然你就可以卖到 不然你说你要把票卖给那个老人家好了 老人家我今天卖给你 你说我去干嘛 你要害我吗 心脏病发作 反而你还要 随时要准备救护车在那边吗 如果绕一圈 天还没绕一圈 绕一半可能就心脏病发了 那多恐怖的一件事 而且光大怒神真的 我其实我真的有做过 做过一次 真的一辈子难忘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叫马拉丸把 在中部 更厉害的是那个 我印象中只有做过两次那个什么 就那种垂直的火车 什么叫垂直火 他本来是水瓶轴的 他突然叨叨叨叨叨 然后变成垂直的 向下 然后垂直向下 他没有马上掉下去 他还是等了好几秒钟 我也不知道什么都掉下去 而且刚好我又坐在 那个车头的位置 而且那个高度 大概也是石城楼 石城楼 OK 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感觉了 也是这辈子永远难忘 不过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做过 但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如果你们趁年轻 其实那时候想一想为什么 年轻好像感觉就是 你会觉得说你在 这个接近死亡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那时候 圣像腺素会是最多的 就整个好像感觉自己是 那时候快要接近死亡的时候 才确定自己是活着的 所以其实人很奇怪 明明你是活得好好的 可是你要随时证明 自己是活得好好的 你就活着嘛 你会呼吸 但是你会觉得说 好像自己没有活着 所以要做一些 比较那种恐怖的事情 让自己证明 尤其男生 像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 像台湾很多摩托车 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乱飙车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时候觉得 那时候怎么胆子这么大 乱砖乱骑乱弯 时速都破一百多的 感觉好像 哇那时候真的时速越快 感觉自己活得越是真实 越是踏实 我现在想一想 不敢了 OK 好 那我们回过来 所以这地方第一个请各位 就是说把这东西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抠到这个 我们Eclipse里面来 打开来 应该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在Python里面呢 直接把它开启的话 那接下来就按一个右键 你有一个键 名称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 我已经开一个 就把城市写在这里 其实城市要如何拽写 说真的 你只要大概知道三行城市 就足够把这个档案开起来 我觉得Python 最让我觉得shock的地方 就是它城市很多地方 真的就非常简短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的城市呢 表达方式真的非常直觉 跟以前在使用软体 感觉也差不多 所以你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开启档案的话 第一行的话 记得F等于 F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档案物件 让它去接到这个东西 后面加一个open 这个好像上个礼拜有讲过 open什么呢 挂五之后跟他讲 两三个讯息 上个礼拜两个讯息 还记得吧 档案名称 比如你这边的话 要把那个member 直接把档名 加副档名 副档名一定要加上去 要点tst 这个一定要都给他 那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档已经在这边 所以是相对入境 不需要跟他讲 放在哪一个磁碟期 斗点之后的话 第二个讯息 跟他讲说R R的话意思说我要读取 其实还有第三个 我先不写 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用那个F 其实你可以打一个list 或者我们先用什么 S等于 S的话就一个字串 等于什么 F它这个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read 其实特别是你读取的话 最常使用这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read read the line 有没有还记得吧 第二个read the line 第二个是read the line 死加S 因为很多行 第三个就read read的话就是全部读取 读过来的话 它会是一个字串 OK就这样 read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买 print 然后print s就OK 程式写完了 三号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会不会OK 执行它 有没有发现 马上出现错误 故意的 OK 为什么 因为少一个参数 哪一个参数 底下会出现什么 unicode decode 有没有 Air 就是意思说 你的编码方式是UT8 可是Windows预设的开启模式是什么 CP950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Ansi 所以编码方式两边不媚取 所以它有些什么 就转码对应 奇怪 你开起来的那个位置 我要丢 丢不进去 或者对应不到 那表示有错误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请你在这一个开启的参数 1 2 加一个3 3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编码方式 那也就是说你这边要加一个什么 encoding 所以你就是跟他讲说encoding OK 就是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encoding等于什么 双引号 跟他讲说我编码的方式 我告诉你 是用UTF8 UTF 1-8 这样子UTF8 那他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我用什么UTF8来开 这个有点像刚刚讲到的 另存心挡 有没有 另存就在 记事本里面另存心挡 UTF8 我的习惯就看这个 打这个跟一模一样的名称就OK了 他就照着 这样的方式 帮我去读取档案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encoding等于UTF8 OK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执行一下 OK 档案有没有出现 档案出现了 OK 那我们就开起来了 就大概这样而已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可能没有这么单纯 当然不可能说就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后面其实请各位练习一下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 因为这边总共有五个栏位 有没有 编号 姓名一直到首期 但是我不要这么多栏 其实我现在只要知道他的名字 跟他的手机就好 其实他哪一天出生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想知道 他的血行神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他的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你要如何留下这两个栏位 其他栏位不要 所以这边之后你要做报表的话 常常会遇到这样子 这些都给你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我都不要 我要留下我要的那部分 包含就是哪几栏 跟这些栏里面找到对的人 比如说我要找那个姓黄的人 因为可能我记得那个会员姓黄 但是我不知道黄什么 我可不可以从这蛛丝马迹 打电话问他一下 或者说他刚好手机掉了 上面就刚好只有一个黄 我怎么知道这个会员 到底是哪一个 然后我就搜寻一下 然后每个每个答案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手机掉了 一定可以找得到 至少可以在那个 大海捞针里面至少还可以捞出一些资料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先把这个档案先读出来 再想想看 如果我只要留下这两个栏位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说 我如果这边总共有大概50个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只要留下前10个人的资料的话 前10个我不要那么多 我要前10个就好了 当然第三个月前还可以在做查询 不过这个我想慢慢再来 三行应该记得起来 够简单吧 OK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看画面先还几个月 在Python里面 真的写程式是一种还蛮享受的一个经验 因为这个是起前 你用其他语言真的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在Python里面蛮多这种类似的案例 而且他取名称还蛮有趣 一个read全部 read like 读一行 realize 读很多行 OK